在北部地区有一支部队 它不仅具有攻防兼备的作战能力 更有着迅速的应处能力 而永远忠诚这四个字 不但是共同的信念 更象征着每位官兵的骄傲 葡萄长 你说的应该就是海军陆战队 渡战66旅吧 没错 渡战66旅的队员们训练不怕苦 任务不怕难 作战不怕死 并持着三不怕精神 以最高的标准 最严格的过程执行训练工作 以圆满达成各项任务 接下来就透过节目 让我们一同来了解 先锋部队的队员们 所肩负的使命与任务 也一同看看 他们如何守护与发扬 前辈所传承的光荣传统 您一定熟悉这样的画面 当兵役抽签 有人抽到海军陆战队时 现场一定是欢声雷动 由此可见 这是一支很艰苦的部队 而大家耳熟难详的 永远忠诚军风 及一日陆战队 终身陆战队的口号 这就是我们对海军陆战队的印象 这一集迷彩全技时 将带您一探究竟 第一线部队 海军陆战66旅的 不怕苦不怕难 不怕死的三不怕精神 海军陆战队66旅 在民国44年那个时候 是把海军陆战队第二旅 跟陆军的45师 它合并起来 变成海军陆战队第一师 那后来它陆续就是有改编成 陆战队66师 在民国65年的时候 那一直在到民国94年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是从 它从原本的驻地 它是在台中青春光基地旁边的营区 那为了要强化我们北部的防务 所以把它调到林口基地 同时那个时候 因为因我国军的规模的缩减 所以就变成 改编成66旅 那一直到现在 现在从时代变了 装备武器也不一样了 所以做法上也有些改编了 现在的两栖作战 更强调的是 更快速地向内陆推进 已经不会再像以前那个样子 在整个海滩上做一个 非常大规模的一个战斗 现在要求的能够 就是能够最快的速度 直接向内陆推进 来夺取我们关键的目标 海军陆战队 它要能够执行两栖作战 这是它的应该讲基本功能 那所以66旅 现在是因应他们的任务环境 我觉得还是在于 比如说他们的机动力 我觉得它能够很快速地 让他的战备能力能够提升 然后支援大台北地区的一个 紧急的任务作战 其实两栖登陆作战 我想就官兵 就我们陆战队队员来讲 第一个可能就是 从零开始建立的一个作战 你在海上航行的这段阶段 你是没有办法发挥 你任何的这个作战的能力 你必须依赖舰队的护航跟运输 一直到了登陆作战的开始 我们的陆战队才开始从海上 逐步地向海岸推进 实施战斗 藉由这个兵力不断地登陆之后 向内陆不断地进攻 然后慢慢地去形成占领 我们的一个所谓的 贪头巩固的一个区域 来完成我们的这个 后续战力的增长 在我们确保了 整个作战地区之后 我们后续的补给 我们后续的一些之中 就会依序地运送到岸上 来建立我们一个完整的作战能力 所以我们是从零开始建立起 我们的战力 海军陆战队我们讲说 以海一路 它海上作战也可以 陆上的作战也可以 所以我们的海军陆战队队格里面 开宗民意其实两句话就讲说 为海军收战国 为陆军做先锋 所以代表什么 海军的舰艇在海上作战 那如果我们要占领阵地 是不是还是要派人上岸 那靠谁 靠海军陆战队 那海军陆战队是在两级作战里面 它第一线 第一个登陆的 所以他们也是在 敌人的海岸防线最完整的时候 他们就要硬碰硬的上岸去作战 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 其实说真的 作战方面就是这三句话 我觉得对我们军乱队队员很有帮助 第一 确定不怕苦 任务不怕难 然后作战人不怕死 这方面的部分 我就觉得 我们身为军乱队员 是每个队应该都要达到这个 理想的状况 大家都知道陆战队就是训练比人家严格 在早期人家是两年兵 陆战队是三年兵 再加上陆战队长此以往 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任何的东西都要比别人做得好一点 任何的训练标准要比别人高一点 任何的任务交到陆战队手里 就是一定要圆满达成任务 绝对没有任何理由 所以我们以前也就像以前大家所听过的 就是一夜精神 或者是说圆满达成任务等等 就是我们陆战队的这个文化 一个传统 所以来到陆战队一切一切一切 就是要比别人好 比别人标准高 要比别人更能圆满的达成任务 所以在因为这个文化 所以任何的训练 任何的生活都会相较于友军部队 可以更加的辛苦更加的扎实 这个也是什么陆战队的文化 所以很多人抽签就很怕抽到陆战队 可是你反过来看 只要从陆战队退伍的 他可以讲一辈子 对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来陆战队 但是每个人从陆战队退伍之后 永远都以陆战队为荣 就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海军陆战队很超 他的训练很严格 为什么 因为他面对的就是一个很严格的作战环境 我今天如果不先训练你 能够因应这些状况 那到时候把你送上战场的话 那可能就是一个很惨的一个状况 虽然说很多人觉得说 陆战队跟陆军的装备很像 任务也很像 但是最大的差异 我个人认为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我们是海军 这个要一再地强调 我们是海军的部队 那陆战队的任务 就是主要在执行联合两栖登陆作战 巩固我们所占领的目标地区 这也就是让海军的战力 能够向陆地上延伸 所以我一再地强调 我们执行的任务 就是整个海军的作战任务 所以有一句话说 为海军收战果 为陆军做先锋 也就是这个意思 其次就是在于部队的编装特性 以及训练上有一些 跟陆军不同的地方 就拿我们的步兵营来说好了 我们的步兵营 它除了在年度进训兵科基地 以接受这个陆上作战的训练之外 最重要的它每年要进入两栖基地 就是执行这个两栖登陆作战的训练 在这个期间 它也包含了直升机的空搭载训练 也就是空中快速的机动突击作战 以及城镇地区的作战训练 以及滨海地区的登陆抢滩的这些方面 所以说我们的任务是更多元的 训练是更多元的 那也因为我们的任务训练很多元 所以我们可以很快速的转换 执行各种不同的作战任务 海军陆战队他们现在用的M60A3战车 跟陆军的同行战车 或者是像CM11勇武战车 其实是一样的 那只是在于说海军陆战队 他们因为要执行两栖登陆作战 所以在登陆的阶段来讲 他们必须要合行 车辆能够要开上登陆件 战车登陆件 然后它要能够在卸载要泛水的阶段 它要能够开上通用登陆艇 那接着我的登陆艇 登陆了摊头登陆之后 那我战车要能够开下来 然后从摊头往内陆推进 那这个是一般陆军的装甲部队 他们不会碰到的状况 我们战车是M60A3 我们是人车一命 因为我们车车装甲 不要成员出去的话 它所有都是先判在一起的 缺一不可 然后它主要出去作战的时候 会以主为任务 会有四台车或是两台车 必须要有一发击重的一种使命感 因为你的火力 没有明确的击重目标的时候 你就会有那种 我后面可能会牺牲很多弟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平常训练的时候 我们精准度就要非常高 防空连来讲的话 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 因为海军陆战队很强调机动部署 也就是机动性的能力 它不能说我带着活力很大 但是很重的装备 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部队可能会很快速的移动 所以它强调还都是这种 比较轻巧的兵力 所以像DMS 双联装的刺针飞带 所以野战防空部分来讲 它的防御的范围不会那么大 所以它也不需要说太长城 那我能够提供 我的66旅本身 我的步兵营或者我的战车营 它在作战的区域内 的一个防空安全的需求就可以 所以它会比较偏向这样的特性 跟一般的陆军的专业 会比较不一样 在陆战六旅防空飞弹连 然后担任飞弹班班长 就是以这次演习来说 也有出去到上级所赋予的地点 去做空域的安全 我觉得我负责的东西其实很小 对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小小的班长 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把 就一个飞弹就可以把一架飞机打掉 可以发挥的还蛮大的功能 就是会觉得觉得我们很厉害这样子 化冰的话 它们主要应该还是针对 污染物的清销 侦察 那它不需要做这种大范围 或者是要支援友军 那它主要还是针对六四六旅本身的需求 所以它也会偏向有轻巧小型的一个趋势来发展 我在陆战六六旅化学病联 担任消除班班长 如果以作战方面来讲 我们可以做第一时间的人员消除 地区消除 然后跟一些装备的消除 并不需要等到说陆军或是其他友军单位来支援我们 我们才可以执行这件事情 我们自己本身就可以完成 也就是说这个旅需要我们 我们就在哪里 如果要凸显出化冰年的话 最重要是因为疫情刚结束 最接触我们平常生活就是那个时候疫情的期间 六六旅曾经就是有确诊的人员 就在刚开始大家比较害怕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我们旅上就是有 吕布莲的学长有确诊 那是我们六六旅第一个人确诊 然后我们那时候当刚开始接到任务的时候 也是就是进去他们的寝室 就做第一线的小丑 当我们着装的时候 那都是要着装确实 然后它其实是密不透风的 然后我们每次只要就是执行完这个任务 装备已卸掉 那里面衣服都是湿的 那是一个很 不只是高压 因为你害怕嘛 所以就是一个高压的环境 那那也是一个高温的环境 因为你的衣服啊 然后都是被包住的 我觉得有时候做这个事情 不只是我们去执行这个任务 更是安定他们的心 不会让这个疫情继续扩散 因为这个我觉得部队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小型社会 大家都关在这里 然后如果疫情就是蔓延开来是很可怕的 因为虽然真的很热 然后积聚很重 可是看到他们可以健康 然后继续生活过每一天 我们就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很开心 永远忠诚是我们的队训 它对我们陆战队队员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念 永远忠诚它指的是忠于国家 忠于我们的中华民国 忠于我们的团队 也就是我们的海军 包含我们海军陆战队 最后要忠于自己所负的职责 在你的工作岗位上的职责 每一个现役的或者是退役的队员 不论走到哪里都会以这一句话 这四个字作为一个骄傲 这也是我们陆战队最特别最特别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退独有的一个文化 这是我们整个所有队员 不管现役退役的能够链接在一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 一个因素 每一个人只要讲到陆战队永远忠诚 只要讲到永远忠诚 那一定是陆战队 所以已经内化成我们每个队员的一个标志 应该说很多人想抽还抽不到 我自己觉得是蛮幸运的 因为其实每个军种 其实觉得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可是很多人好像听到海军战队 他觉得你可能就是 你可能就是娃人 你可能就是很厉害 对 其实我也觉得是蛮荣誉的 这个是会选择陆战队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他的一个原因所在 我们都是希望成为最精英的 在这个国局里面最优秀的一群 所以我们才会选择陆战队 如果你选择海军陆战队 而且能够到66旅来服役的话 我觉得 第一个当然我们讲说 你有充实的一个服役的过程 那退伍之后 有一个跟海陆弟兄很强的一个相亲力 那另外来讲 其实也有点像 宪兵的那个天下地银一样 我是拱卫中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 这个我觉得对自己来讲 是一个很 未来一个很难忘的一个人 你踩拳技时 带您看见陆战66旅 以轻装的编组形态 及机动作战的特质 具有攻防兼备的作战能力 更有着迅速的应出能力 要在最短的时间达到精实战力 完成战略任务 达成首部地区防卫作战任务 是守护国家安全重要的一环 一日陆战队 终身陆战队 要成为一名陆战队队员 除了要有强大的mental quality 心理素质外 更要能承受平时的艰苦训练 才能使命达成各项任务 的确 精实的训练 就是希望能够培养 胜任各种任务的官兵 每一位官兵都应该秉持 同样的精神与态度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克尽职责 才能让国军部队整体战力 不断提升与进步